这是今天讲座的一个副标题 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说大数据 我们刚才讲了好半天大数据 然后我就说机器智能 这两个又有什么关系 这和2%人的世界是怎么回事 好 先讲一下在最近大概几年 我们在硅谷看到的 这个世界上整个投资也好 或者在一些大公司 比如说Google或者Facebook 类伍也好 已经开展的创新的这样一个大趋势 第一个就是大家已经看到了 云计算加上移动互联网 加上大数据 这个是正在进行时 这个不多讲了 今天我们讲的是大数据在其中之一 不用我多说了 第二个讲机器智能 这点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了 像Google这些公司 它买了大量的机器人公司 当然这还只是机器智能的一小部分 我今天这是我要讲的一个重点 但是今天为什么要从提机器智能 以前我们说过有一个叫人工智能概念 它们有什么差别 以前那个基本上大家知道是没做成 这个又有什么差别 那么大数据和它是什么关系 这是最重要的 就是说我们大数据 你光弄一堆数据没用 最终它是让计算机变得非常聪明 以至于改变了整个世界 所以大数据它是一种手段 不完全是一个目的 好 这是这样 第三个就是有了一和二 大数据机器智能 可能在未来这个IT行业 要改变整个的这个生物医疗 更大的一个行业 撬弄更大一个行业 那么这些事是怎么回事 今天可能时间的原因呢 我重点讲前两个 第三个呢可能就是大概提一下 但是呢大家可能通过这些 已经可以那个理解到 大概这个大数据的作用了 大家说你讲大数据 你弄这么俩 这么俩话出来干什么 这是一个剑齿虎 大家知道 如果呢在座的各位 谁曾经跟剑齿虎搏斗过 把那你自己身体剩下来的部分 给我看一看 大家都笑话 这怎么可能呢 你看这虎牙这么长好吧 那个当然你比较聪明的 不是就是比较 读书非常多人 你可能马上就反驳我说 这个不可能的事 关公占群穷 为什么呢 剑齿虎大概几万年前 已经灭绝了 那么我说那你把你把 如果你跟他的近亲 美洲豹或者美洲师搏斗过 那也行 你说这也不可能 人家我们怎么可能 去跟他们搏斗呢 我们这力量不够 那么上面那幅画 是我们的祖先 叫现代智人 事实上在我们祖先 走出非洲的时候 沿路上 那个很多大型哺乳动物就灭绝了 包括这个剑齿虎 那么现代智人呢 其实我们非常 因以为自豪的 我们整个人类是这个 我们的大佬 大佬非常聪明 而不是我们强壮的四肢 也就是说我们有思维 有思考 那么人内整个文明过程 那就是不断的发明 各种各样的工具 来延伸我们的各种器官 手啊 脚啊 让我们走得更远 飞得更高 一直有一种梦想 就是说我们是否能延伸 我们的脑力 那么在1946年 这个人内第一台电子计算机 ELEAC诞生了 就是这张图 诞生了以后呢 这个当时的目的是为了计算 长城火炮的这个轨迹 这个弹道 因为在此以前用计算尺 或者用机械计算机 或者激电器计算机 这速度都跟不上 大概激电器的计算机 一秒钟只能算几次 那么美国就决定 研制这个电子计算机 这是46年研究出来的 当然我们知道 战争45年就结束了 因为它结束的 早于美国的预期 那么这台计算机 其实真正没有用于 长城火炮的这个 轨迹的计算 而用于了这个氢弹的这个设计 当然了 既然研制出来 也要算一算这个弹道 所以当把这个整个弹道 计算完的时候 这个炮弹还没有落地 所以当时有一个英国将军 叫做蒙巴顿 就是这个人 用高晓松那个话说 他是个妄人 但其实他并不是个妄人 就是他能力稍微平庸一点 然后是一个比较体面的政治家 和二流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他就提出来 就说了 哇 这个东西真够快 真是一个 用通了电的脑子 就是电脑电脑 我们说这个词就这么难的 那么既然有了电脑 人家就在讲说 机器有了脑子 是不是它能思维 这是要提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就是说 它是否有可能超越人 在当时 比如说很多机器东西 已经超越人了 就是比如说你 蒸汽机啊 这力量比我们人要大很多 所以在人们的想象中 这个就制造出了 无数的影视作品中的机器人 就这样的形象 亚洲人们 我们做的比较人性化一点 阿头目比较可爱 美国人呢 这是钢铁战士 就是汽车人啊 这些 这是变形金刚 这是想象中的机器人 就是他们很聪明 但是现实生活的机器人 是这样的 就是这一个是 一个扫地的机器人 那如果我们把 可能有些人用过 那你在家里 他可以绕我所有的障碍 把这地给你扫的蛮干净的 我用了两个 两个之间还能互相通信 就这扫过了以后 这台扫过告诉他 那台说这不要来扫了 这是一个 如果你到那缝 钻不进去 它会爬出来的 这个旁边呢 这个叫做好奇号 或者叫好奇者 就是美国航天 就是LASA航天局 发射到月球的一个机器人 是一个核动力的 当然它不是核反应堆啊 就是那个同位数衰变 发点热 让它能持续的时间很长 这个机器人 好像跟我们想象的这个形象都不太一样 那么你可以说 哦 这个东西 它做了一些我原来做不了的事情 但是呢 你要让它取代我做很多事情 看来还不可能 那么在过去的40年 大家发现这么一个现象 就是一方面 计算机的计算能力 在不断地增加 而且是以指数的增长 这些形式来增长 这是那个 这张图是说是摩尔定律 我们可以基本上得到这么一个结论 今天就是在过去的40多年里 世界IT的发展 以及由IT导致整个全球经济的增长 基本上的最核心在于摩尔定律 横轴是时间点 重轴是这个半导体这个集成电路里头的 相当于这个就是晶体管的数量 你可以看是指数的这么增长 计算速度越来越快 那么当然你还是会有一些人 他会说你只能计算 那么接下来就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一方面 似乎他只能计算 无法像人一样的思考 似乎是这样子 但是另一方面 在过去的很多年 很多所谓的智能的问题 其实他已经可以开始解决了计算机 而且做的其实比人更好 比如我给你举一例子 咱们就说机器翻译这件事 你今天就是说如果学三个月的法语 去法国跟人讲话是一件 其实是蛮困难的事 因为我们都知道你到了 这个你美国你会英语没问题 你到了哪怕一些一个国家不太会说英语的 你跟他说两句英语也没事 到了法国就不一样 法国人比较对法语比较自豪 你跟他说英语他不搭理你 偶尔他会两句英语他也不搭理你 你要先跟他说几句法语 那么这件事本身不太容易 他们现在有一个办法怎么办呢 我的一些朋友在国内的中国的 这就去法国他就这样 就是说拿一个Google的语音识别的带上 和一个机器翻译的 说几句中文翻译成一文计算机 然后再翻译成法文读出来 反正不是很对吧 法国人就能懂 那他看你这么很虔诚的跟他说法语 他就非常乐意的帮助你 那也就是说你其实有一个不是很称职 但是还OK的一个翻译 关键在于他没有学习训练的成本 就是说你人一般学一段时间还不如他 那么接下来就有一个问题 我们一方面说计算机是算得快 好像没有智能 另一方面他又能解决一些智能问题 所以这里头要引出一个很深的思考 就是说计算机的智能 是否需要和我们人的智能相同 这是第一 如果不需要相同的话 现在也许计算机只有浅层的智能 当计算速度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它是否有可能超过人 会发生质变 你看这个 看这个左边这张图 这是我们小时候 可能我们的父母都跟我们讲过 或者老师这个印度国际象棋的这个图 就是说棋盘上 64格的棋盘上 第一格子放一粒麦子 第二格放两粒麦子 第三格放四粒八粒十六粒 这么快快地放上去 这个增长速度很快 在一开始的时候 你不显出它这个数量之大 当它比如到了20个格子的时候 它无误就增长得非常快 以至于这个增长速度远远超出你的想象 所以机器智能 这可能性就是这样的 今天我们看 它的智能水平未必很高 但是呢 由于这个计算机速度 容量和各方面能力是指数增长的 它有可能是在 那个右边那个图里头那条绿线 在某时间点 一下子就突破了 就是假设我们人的智能 还是在线性增长 其实可能人的智能基本上是平的 那么就突破了这个人的智能 那么然后再从此以后 它就跟人拉开了差距 这个可能是 那个未来的机器智能的发展的一个前景 那么未来真正的计算机 或者真正强大计算机 或者说可怕的这个机器智能 是什么样的一个 一个机器人是什么样的 我们从前面那张图 为什么专门弄一个老虎 一个那个猿人 就表示说人类其实真正重要 是个大佬 不是个四肢 所以机器人 大家就 不要忘记它的轮子 忘记它的这个腿和脚 这些东西 它真正重要的是这个脑子 而这个脑子可能是 一个数据中心这个背后 几千台 几万台 甚至上百万台的这样一些服务器 这些强大的服务器 加上一些 很聪明的算法 再加上我们今天要讲的大收据 它就会产生 非常让我们震惊而可怕的智能 那我们讲了这么半天智能好吧 机器智能 那你会问我说什么是机器智能 那好 我们就用了计算机的这个老祖宗阿兰图灵的一个说法 来描述一下他对机器智能的一个定义 这个叫做图灵测试 这个他的说法也很简单 假设在这一面墙背后好吧 我放一个机器放一个人 然后我就问他一个问题 比如说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然后他就给出一个答案 当你判断不出这个答案是人给出来的时候 还是机器给出来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说这个计算机有了和人等同的智能 他这个给的标准应该讲还是很公平的 是吧 这里头呢我给了三个时间点 就是66年70年代到2000年 2000年以后 这基本上就表示说这个机器智能发展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呢 就是我们有时候还在说人工智能的这么一阶段 就是说当时早期的时候 从50年代开始 大家想这个问题是说 机器怎么有智能呢 那就学我们人吧 我们人怎么有智能 我们推理啊 我们有逻辑啊 我们能够判断一些事物 这个能够学习啊 等等等等 就是一些说法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待会再讲 但是沿着这条路呢 走 走到一定程度 可能就走不下去了 如果大家学过人工智能这门课的话 可能多少会有印象 在那个书中 他会给你讲这样一些故事 比如说给你几个箱子 有大有小的 这上面要够一个香蕉 你让那个机器人去够 他说呢 可能会学着人说 学会了把小箱子放在下面 然后大箱子放在下面 小箱子 然后爬上去 怎么够 这些像玩具式的东西 它能解决很简单的玩具式的问题 但是呢 一直经过几十年的研究 解决不了大问题 这原因是什么 到66年 66年的时候 一个非常有名的计算机科学家 叫做马文明斯基 他在68年时得了图灵奖 66年的时候呢 他就用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 来说清楚了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大师有时就是跟一般人不一样 他能用简单的问题说复杂的问题 他就说了这么两句话 第一句话 the pen was in the box 这个钢笔在这个盒子里 第二句话 the box was in the pen 你没法理解了 你怎么把这盒子弄小了 塞到这个钢笔里头 好吧 其实呢 这个pen还有这么一层意思 就是这个 我们小孩玩的围栏 这样子一个 那么这个围栏当然比这个盒子大了 你就把这盒子放到这个围栏里 那接下来就有一个问题 这个明斯基就讲说 这个很难在这个语境中判断 pen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是第一 他理解语言很难 而且呢 就是说印这个词 你很难知道说 一个大的 通过这句话 很难知道是一个小东西 要在一个大的东西里头 这些我们人是怎么判断的 我们人根本不是说 读了这个一篇文章 或者分析了这个语法 等等这些东西 就判断出这个了 我们用了一种叫做 它叫做world knowledge 或者universal knowledge 就是世界的知识 一个很广泛的知识 你从生活中得到的 等等这些 超出了这个语法呀 这些上下文的这些东西 能够描述东西 才能判断出这个 但是明斯基很有名 所以他就当时给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 写了这么报告以后 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 基本上停掉了 他对人工智能的支持 很有意思 我们有时候80年代刚开始 恢复好多科研的时候 中国可能还在支持这样一些东西 这可能是一个认识上的差距 但美国那时候基本上已经停掉了这个支持 这是第一个时间点 第二个这个标题呢 大家可能看的话觉得我有点标题党 从水门事件叫莫里卡·莱文斯基 这倒不是我标题党 这是我在约翰霍普辛斯大学的那个导师 那个Fred Janelic这个人 在2000年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国际会议上 他进行大会报告的一个题目 他主要描述两个时间点 表示这个机器智能的一个进步 一个是1972年 就是水门事件的时间 还有一个2000年是那个莫里卡·莱文斯基的 那个事件的这个时间 1972年发生什么事呢 就这个人Fred Janelic 他呢后来是在这个机器智能这个领域 对世界贡献非常大的人 他从1972年的时候 他离开康内尔大学 当时是学术休假 来到IBM IBM要做一件事 什么事呢 就让这机器有智能 那么他们就在想了 有什么事情能证明这个机器有智能呢 有这样几件事 一个是他能识别我们的语音 或者是把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 或者能够回答问题 那么他开始做这件事之后 Fred Janelic这个人啊 他是学通信出身 他不是学计算机科学出身的 他对人工智能这种过去的东西一窍不通 他也不愿意不需要搞懂 他就完全从一个全新的方法来思考这个问题 他把这个语音识别这个问题 看成一个通信问题 就是说我们知道通信啊 这个有一个信源 有一个信道 这边然后这么传书 有个信源编码 信道编码 然后实际上你接受 在接受方要做事就是解码 然后知道原来信源传的什么东西 他说这个也一样 我呢假设你的脑子是个信源 在这个编码 然后你编出个语言 这个语言呢 然后通过你的嗓子空气到听的人耳朵说出来 这是这一套 跟通信一样 然后你的脑子其实可以给他做解码 我要做的事呢 就是做这个解码 既然做解码了 我可以有通信的解码算法 那么这个呢就需要大量的数据 所以这个方法被称为数据驱动的方法 那么用这种方法 他就取得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果 在他以前做语言识别的一些人 就是包括卡拉基梅隆一些很有名的人 AT&T试验室 贝尔试验室很有名的一些人 当时做到什么程度呢 只能识别两三百个英语单词 而且呢这个错误率在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三十什么概念呢 就如果你们把一本书里头 每十个字抠掉三个字 这本书里是没法恢复出来的 你不知道它的意思了 但是呢他用这种数据驱动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一下子那个识别的英语词可以到达两万个 而错误率一下子降到了百分之十 百分之十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一句话十个字抠掉一字 你大部分情况下你能猜出这一句话意思 也就是这个可以使用 当然它在IBM的时候 除了数据以外 IBM的很强大的计算能力也对它有帮助 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 他手底下有一个人叫做Peter Brine 这个人后来发了大财 倒不是因为最发了大财 是用了这一套方法去了一个对冲基金 叫做Realescence Technology 就是世界上做了最好的一个对冲基金 文艺复兴这个 Peter Brine呢就是说 这一套方法我呢可以用在机器发语 从英语到法语这些 他就做了这一套 但是由于当时呢由于这个数据量的不足 所以他做的结果不是很好 但是这套方法后来被人发扬光大了 所以这里头大家可以看到两点 就是一个说我们有些时候来解决一些问题 要突破传统思维的限制 就是说这个所谓机器智能力 一定要突破人思维的限制 说一定要模仿人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这个数据的重要性 那么至于翻译那个软件 为什么都叫罗赛塔 大家看这个文明之光这也不说了